王军 查到了吗 奴才查了个遍 昨日王城之内 并无任何说书人 说的是君王和美人的故事 你的意思 他是在骗本王了 本王的用心 他终究不曾理解半分 奴才实在是不明白 王军何故要对这九夫人 如此良苦用心哪 下去吧 是 对了 王军 叶将军今日 已经来访好几回了 您 不见 怎么样了 叶将军 王军今日公物格外的繁忙 恐真无时间照见哪 可宫中禁卫事物繁重 在下有诸多几物 需要和王军一道商定 不能再耽误了 叶将军 王军为何不见你 你这心里 就真不知道啊 有些事啊 还是不要说得太明白的好 不是吗 叶将军 您请回吧 没想到 才过了几日 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是啊 我也是万万没有料到 对不起小九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 该不该恭喜你 有了不该有的位分 未来的时日不只是喜还是忧 有什么好恭喜的 你开心吗 我应该开心吧 但是 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一定要告诉我 难道你有什么法子 可以帮我逃过这一切吗 别傻了 你肯定的感觉 你对我点得够还有吧 小九 有些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 都在里边了 我一直想对你说 得王后之尊位 于之心呼呼吸如有诗 落泪心 泪满尽 强孝心 痛彻心 于独连家人不在 意恨于当年之决意 另入身所深宫 终不得心之畅乐 于今日未如 若有朝一日 无欲再受深宫之苦 千山万水 与定生死相随 与愿春风秋月 夏日冬夜于此 待清 终于出现了 你吓死我了 四密星君 什么出现了 转机啊 叶清提的这封信 这封信就是你的转机 四密星君 我跟你说啊 王军他现在对我可好了 我在想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这情节何时才能立完啊 我也没有想到 王军竟会对你放下帝王尊严 可叶清提对你的真心 或许就是帮你立节的契机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本以为宋玄人会将你忘记 立他人为后 那这情节也就算是立完了 可现在呢 帝君的时间可不多了 留给小殿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可是 可是帝君的 再说原本 叶清提跟这件事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而且之前周梦熙不是也没牵扯 其他人进来吗 可他早就已经被牵扯进来了 当你改变了本应由周梦熙所立的情节时 所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 周梦熙一生孤苦 她在宫中是熬死的 她并不爱宋玄人 但又不得不应付着宋玄人对她的喜爱 而你却一直用真心回应着宋玄人 这才导致了帝君的情节变数难测 修为迟迟不得修复 小殿下 殿下 王军来了 王军 您怎么来了 我刚还和沐云说要过去看您呢 本王想你了 你也想本王对吗 吓他了 吓他了 为什么害怕 以前是本王做得不够好 让你不安了 从今以后 你不用再害怕了 在这王宫里 本王的爱就是你最大的武器 随意挥霍 您可以做任何您想做的事情 本王相信 终有一日 您会把心托付给本王的 这一日 帝君 此番我若再不恨心 事情就更加麻烦了 你千万别怪我 下去吧 是 下去吧 你真美 这衣服也太过华丽了些 这是你封后大典的礼服 陪本王的王后 再华丽也不为过 对本王而言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封后大典 是你和我的大婚之殿 这是封后的礼服 亦是你的婚服 本王要让你过一个 最美好最难忘的大典 明日之后 你就是成余国的王后 亦是我们新的开始 怎么了 为什么哭啊 眼睛哭肿了 明天就不漂亮了 好了 对不起 帝君 对不起 王军 太后 大事不好了 王后 王后她 她怎么 王后她失踪了 你这是何意 听月 月华宫的人来报 今日一早 王后就不见了 那还等什么 快让叶清廷 派几位军去找啊 这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呀 叶将军 叶也不见了 赶紧搜 是 将军 这有些书信 你们几个 下去吧 是 小九 闻家人高谦 得王后之尊位 雨之心 呼呼吸如有诗 与今日未如 若有朝一日 不欲再受深宫之苦 千山万水 欲定生死相随 雨愿春风秋月 夏日冬夜于此 待清 后日封厚大典 我不想去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就请带我走吧 辱来生宫 为余之大错 此番若辱欲离宫 余必生死相随 八日丑时莫刻 余余宫外石子郎到等候 准备万全 小殿下 小殿下 这可不能烧 干什么呀 四命行军 四命行军 你这是 唯有让他知道 你二人相互心许 他才能彻底死心哪 可是这样不就把叶清蹄给害了吗 叶将军 既然选择了陪你走着一走 生死还能算得了什么 给我追 追到天涯海角 不 也要把他们给我追回来 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您的越来自我 真正视